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智慧屏 还有华为的最新无线耳机 在这里我侧重的谈一下华为的Mate 30系列手机 Mate 30系列手机包括了三款 Mate 30、Mate 30 Pro和Mate 30保时捷设计版 我觉得这三款里最值得入手的就是Mate 30 Pro 因为它集成了华为最新的一些技术 以及最新的外观设计 首先讲讲屏幕的不同 这次Mate 30 Pro采用了一块6.53英寸的三星瀑布屏 这块屏幕的侧面曲率达到了88度 接近90度的垂直效果 整机正面的视觉上没有左右边框 单手也可以轻松的握持 而华为Mate 30则采用了一块6.62英寸的刚性OLED屏幕 据说这块屏幕的圣诞厂商为京东方 所以可以肯定的说 这次Mate 30 Pro的屏幕显示效果肯定是会大大好于Mate 30的 而不会出现以前P30的屏幕比P30 Pro还好的情况 而且Mate 30 Pro结合布屏的设计 还有一些很实用的操作 比如可以在屏幕边缘进行滑动调节音量 在拍照时可以用屏幕的边缘任何一个位置设置为快门键进行拍照 再谈谈两者影像系统的不同 其中Mate 30 Pro有两颗4000万像素的主色 加一颗广角镜头以及一颗3D深感镜头 镜头模组支持双OIS光学防抖 通过与AIS数码防抖的配合 可以实现更高的ISO值 其中新加入的超感光电影镜头的CMOS 采用4000万像素的GGB 比例尺寸为3比2 可以更好的模拟专业视频机拍摄尺寸 而主要负责拍照的主色 则为4000万像素YYB排列的CMOS 在拍照时可以获得更大的进光量 比较遗憾的是 长脚端没有沿用P30 Pro的潜望式镜头 变焦只支持3倍的光学变焦 和5倍的混合变焦 而在视频方面是这次提升比较大的地方 支持录制4K 60帧的HDR高清视频 支持4K延时摄影和超高速视频 ISO值为51200 可以实现实时背景虚化 视频能力相比Mate 20有很大的提升 在超高速拍摄方面 支持最高帧率为7680帧 远高于市面上的960帧的慢多重视频 可以捕捉更加迅速的高速运动状态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次负责拍照的主色 沿用了P30系列的RYB排列的CMOS 而新增加的电影主色 则采用了RGB排列的CMOS 在拍照时 RGB排列的CMOS 是否会协同辅助RYB排列的CMOS 进行颜色和白面衡的修正呢 以解决P30系列在拍照上的偏色问题 值得期待 而这次的Mate 30 我始终觉得是一款很平庸的产品 因为它没有搭载电影主色 而是由一颗1600万像素的超广角 加4000万像素的广角 以及800万像素的长焦 以及激光对焦传感器组成的四色 几乎和P30上面的一项系统是完全一致 所以在拍照和视频录制方面真正有提升的还是Mate 30 Pro 这次的电子系统还算给力 Mate 30 Pro配备了4500mAh的电池 Mate 30为4200mAh的电池 两者都支持27W的无线超级快充 并支持40W的有线快充 综合以上所述 我的购买建议是 如果你要体验华为手机拍照的新高度 以及新增加的电影级的镜头 就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Mate 30 Pro 因为这是一款重构摄影想象的手机 如果你更追求手机的性价比来说 应该是会选择Mate 30 因为这款手机即可体验到华为最新的麒麟990处理器 而且应该会拥有比Mate 30 Pro低得多的价格 我预计Mate 30 Pro的售价在6500元左右 Mate 30系列的低配最低的售价在4500元左右 我计划明天或者是后天去华为专柜上手体验下 然后再做一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感受 谢谢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 记得收藏关注并点赞 感谢观看